TING CELLO 歡迎來我的頻道 大家好我是阿彬 我是一個室內設計師 這是一個有關於室內設計的頻道 以及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對這類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請幫我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我的影片通知了喔 好的,那我現在想要說的是 這段時間,我這個影片幾乎是 有一週一更的這種方式在經營 那當然我是在這個Youtube界的人 算是小白 所以說,在這個有一些的做法 我都用一些比較簡單的 就像是這個手機 我是用手機拍這個影片的 然後基本上都是這種單一鏡頭 然後再做一個 我對一些事物的一些分享 或者是說我過往的一些經歷 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類似像這類的一些影片 那接下來的話 我希望說 我開始帶入一些實用的技能 希望可以幫助到我的觀眾 或者是說 有支持我的一些人 接下來的話 我這個影片的方向 就可能會轉到一些實用的技能 或者是說 會多拍攝一些空地現場 因為在這段時間的時候 工作比較多 我也開始有在累積一些素材 那這個過程 只是說我並沒有一些很充足的時間 去做一些像是剪片 或者是說 再去優化 一些一些充實技能的東西 然後將這個影片去呈現給大家 那這個的話 我還在慢慢的學習 做影片這件事情 那我會將這些東西 都條列式的出來了以後 我可能會這樣 比如說 接下來我可能會做 像是3D繪圖的教學 從一些很簡單的 然後開始慢慢做到一些 比較實用的一個方向 那不管今天是不是要 踏入這一行的人 我希望這個影片 都可以對你有幫助 可能你在這個看的過程中 你不見得會去學會到 繪圖這個軟體 但是你可以去學到一些 配置的思維邏輯 或者是說 當遇到一個空間的時候 你首先要去注意到 什麼東西 什麼地方 然後再用圖像化的方式去表達出來 這是我希望可以交給大家的 那或者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你有一點興趣 那你是不是要去準備一些工具 那你基本的一些設備 配備 或者是說 如果今天你沒有花很長的時間 去學習一樣技能的時候 至少要多少 了解到什麼一個程度 我都會用 有 這叫怎麼講 有淺入深的這樣子 慢慢的去分享給大家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會帶入一些 不管是繪圖也好 或者是一些簡易的一個技能 或是快速的一個判別 在一些工地現場 或者是甚至你的房間 你的家 你如果今天想要去做一些改變 裝飾的時候 你可以往哪個方去想 那這個就是 我可能接下我的一個頻道的一個方向 那在這個影片的話 也是很感謝大家 雖然現在目前的這個訂閱數 還不到一個 很OK的一個數字 但是其實都就是一個一個 慢慢累積起來的 那在這個累積起來的過程中的話 我覺得 這個 持續的更新 慢慢的 它其實是慢慢的會觸及出去的 可能會讓更多人看到 那我也希望說 在未來的過程中 我也可以慢慢的把這個頻道經營得更好一點 或者是散播一些更有用的一些知識也好 經驗分享或者是技能 那也希望說大家之後 也是可以慢慢的去支持我的影片 等著看我的影片或者是可以轉發出去 那也希望說這個 對可以更多人去得到一個幫助 那今天主要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可能就會慢慢的就是 往這個方向去前進來 做這個影片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對我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選我一些 之前的一些影片 讓大家可以去知道說 我這個頻道 大致上都是來做什麼樣的類型 或者是 如果說大家有希望說 你想要知道什麼樣的話 如果我能夠回答的 就是一定會 沒有理 不吝嗇 分享給大家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